彩礼我爸妈说要8万 要8万的彩礼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要得到吗 怎么要不到了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你现在肚子都怀孕了 是吧 怀的是我的种 是吧 再怎么说你要把它生下来 是吧 也要跟我一起生活 也要把小孩养大了 这跟彩礼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婚礼都不用办了 彩礼也不用给了 我们直接在一起生活了 我怀孕就把这些全部取消了 也不算取消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子说的 别提我 就是我们俩是吧 是情侣嘛 现在所以呢 你跟我在一起 你还都怀孕了 你还值什么钱 你说你这话说了 就是让人不舒服了 就我觉得你 我怀孕了 你应该更重视我们的婚礼 就是我知道你离不开我了 现在有小孩了 是吧 你总得生下来要把它养大吧 谁离不开你啊 你能离开我 但是我告诉你 你看你这么随随便便的就 怀孕了 这是不是太随便了你啊 你还值那个八万吗 你觉得是你各种给我画饼好吗 我什么时候给你画饼啊 你现在露出来了是不是 什么露出来了嘛 不要脸的脸面露出来了你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呢 是吧 我们要共同打造好我们这个小家就行了 财领呢 不财领呢 无所谓 我们把钱留给我们的小孩嘛 是吧 我们小孩也会长大 他们也会用钱嘛 你这样我家很丢人的 怎么就丢人了 你都有小孩 怎么还丢人 嫁女儿不像嫁女儿 可是你都有小孩了 是吧 你家人都可以当外公外婆了 多光荣的事啊 我有小孩怎么了 但是该有的也要有啊 那个钱你拿去给你家也是浪费 是吧 还不如留给我们的小孩 留给你肚子里面的小孩啊 你爱不爱你肚子里面的小孩啊 你什么叫浪费啊 那本来啊 我爸妈把我养大不容易啊 然后我现在啊 要走了 要去你家过日子了 那我拿点钱孝敬他们怎么了 而且不多才8万块 可是8万块是吧 也挺多的 对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来说 反正主要是 这8万还要赔一价呢 主要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是吧 也要生小孩下来 要把他抚养长大 让这个钱留给他 以后生下来还给他买奶粉啊 什么的 很多东西要上学啊 都要用钱啊 意思你就是说啊 财礼不给婚礼不办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直接领证就完了 对 那我也告诉你啊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孩子我也可以打掉啊 你打掉啊 你怎么这么残忍啊 你小孩耶 但是你小孩耶 啊 生下来有你这种父亲还不准没有呢 怎么有我这个父亲怎么啦 不负责任 我怎么不负责任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对他负责任了啊 你要的那个材料我留给他呀 你谎话连篇呢 什么留谎话连篇 我要把那个钱留给你肚子里面的那小孩 你直接留给你自己吧啊 我打掉 怎么怎么你打掉啊 那是我小孩你你不能打他啊 你不能打他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动我小孩啊